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 其中洛杉矶社在2004年爆出劳资纠纷 员工控诉公司没有给他们合法的休息时间 午餐以及加班费等 双方打官司长达十多年终于和解 世界日报表示愿意支付780万美元的和解金 他们被我拘捕了6天后 我拘捕了这个罗杉矶 我们伸张正义为广大员工申请各方面的福利 和应该有的补助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正义永远在我们手里面 为员工打官司的律师说 这是他们的一大胜利 这案子长了11年 他们在台湾的工作坡的工作室 那些工作人员危险下的職位 他们及时度,他们严重资金 以及他们的生存 为自己工作人员质赔的 recording 才能给他们的赐金 人员服务 曾在世界日报服务的台湾资深媒体人 吳中果表示 这是迟来的正义 但实在是拖太久了 美国是一个尊重… 非常重视劳工的一个国家 但是如果发生在其他外国主流的公司的话 我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判决下来 7.8 million dollars was won to the workers of Chinese daily news is a very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letting Asian American workers know that they have rights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victims of wage theft 世界日报则表示 这场纷争落幕 让他们得以专注在核心事业 专心办报纸